今年才大二的蘇智杰和大一的森玉冰 是這批中華城邦培訓隊當中 最UK的兩個人 都還沒有滿二十歲 這也讓最嫩的兩個人 在接下來長達三十五天的海外遺訓中 得彼此相依為命 就連睡覺也不分離 到底是誰睡前比較吵 看起來這個問題是個值一詞 但脾氣超好的蘇智杰好像有點招架不住 學弟森玉冰的爆料喔 不過其實蘇智杰說 管學弟 我可是很有一套的耶 一個眼神這樣 他就知道了 對 如果再不行就真的 私底下直接走了吧 一個眼神就可以相互心領神惠 哇 看來這兩個人的感情 真的不單純 但話說回來 這次海外三十五天出國遺訓 都是兩個人棒球生涯頭一招 出門在外這麼久 怎麼辦呢 有想好用英文跟人家溝通嗎 簡單的應該OK啦 簡單的 那不簡單的怎麼辦 不簡單的 找自己的幫忙 那英文很好 還可以啦 比我好一點 很好 沒有啦 就不要想那麼多吧 出國就還要學習別人的文化 棒球文化 或是看他們有什麼優點這樣 這個時候知道學長的好了 但其實對蘇智杰和森育兵這兩位菜鳥來說 年紀輕輕就入選中華培訓隊 獲得海外遺地訓的機會 真的不容易代表你的實力夠好 一開始吧 對啊啊 因為畢竟這個也是一個 算是目標這樣 對啊 就有準備這樣 蠻興奮的吧 對啊 就是突然 突然可以打成幫這個國手 就還蠻期待的 因為第一次跟這些大學長出去比賽 潛力十足的兩個人 不僅是年底二十一U的重點 培訓國手 同時也很有可能是中華隊 在仁川亞運的秘密武器 RT新聞張建宏洋不知台北報導